可是如果你在 leading 一個 group 你不要 interruption 你就說可不可以找一個 你可以指定你的 helper 是誰 他可以去問那個 helper 那一般裡面都會有兩三個 helper 就是說他們就是反應非常非常快的小孩子 所以他們可以去問那些 peers 還有怎麼樣 clean up 完了以後 activity 是怎麼樣能夠 clean up 假設你做的是一個老作 是做一個 finger puppet OK 你講完十二個門徒 你們在做這個 puppet 你玩你一定要叫他怎麼樣 你都收好 放在 basket 裡面去 還有就是說如果是一個 game 如果是一個 bible game 那小孩子可能就說 I want to go first I want to go 兩個人在那邊 argue 到最後都沒有誰 go first 你就要先指定一下 或者是猜拳 或者是輪流 你要給他一個方法 如何來 take turns 那剛剛我也提到behavior problem 我記得我們前兩次的training 講過很多behavior intervention這樣子 可是假設behavior還是在 就是說行為上還是有很多困難的 有時候你可能要先問問你自己 OK 像我們在學校裡面 我們如果小孩子出問題 我們一般不是就是說 就是說小孩子是不對 我們一般都先檢討自己 OK 第一個就是說 我design的這個 activity 不適合他們的程度嗎 還是這個 activity就是很無聊 可是就是因為是 teacher manager 寫的我就放進去 OK 你可能要 你可能要去 flag一下 如果這個活動根本就是 所有的小孩子都沒有興趣 You don't have to put it in 對 每一年的小孩都跟我一樣 或是他們以前就學過 他前面那個老師已經做過了 他根本覺得很無聊 還有這個活動是不是想 能夠引起小孩子的興趣 這個是非常重要 那我記得我以前跟我女兒有過這個 小時候我剛才有過這個arguing 然後她就跟我說 Sunday School很沒有意思 OK 你知道 因為在教會長大的小孩 已經去過很多的 然後又去什麼camp 什麼camp每一次都去對不對 那在學校裡面 在學校裡面是不是老師都 design很多activity 都有很多東西可以玩 他說當然一般 一開始的時候 來我們教育的時候 設備比較沒有那麼夠 他就覺得很無聊 所以呢 我的意思不是說 小孩子講這樣子的話就不好了 意思是我們可能要去檢討一下 為什麼來教會很久 小孩覺得教會的活動很無聊 那可能我們要去把這個活動辦得能夠 能夠怎麼講 讓小孩子覺得 Oh wow I learned something 其實是一個很 就是你這個故事已經聽過十遍 我今天還是有學到新的東西 所以你可能要去emphasize your certain part 以前的老師大概沒講過 他才會覺得很新鮮 還有有時候就是說 可能你 design activity 太難了 如果他太難他就沒有辦法去做 還有是不是你一開始就是very ambitious 你就有很多的station 哇五個station 可是呢五個station 他們都不知道怎麼樣做 所以這個可能是我們做老師的 我們要檢討一下 那這個 這個我以前也講過 就scoop過 你們可以讀一下 回家讀一下powerpoint 然後所謂的guided practice 就是說你一開始的時候 假設你比如說 我今天要講到一個故事 如果我不跟你們講 我是一個老師 你們待會兒帶那個centre 你待會兒怎麼做 那如果我這個叫做ABC Book 我要叫學生 或者是二三年級的 因為他們一年級就讀過這本書 對不對 Dr. Seuss ABC 每個小孩子都知道 OK 那你就跟他講 我們今天要做一個ABC Book 如果你修他們Dr. Seuss的ABC 來remind他們是怎麼樣 A是什麼B什麼C是什麼 或甚至讀一遍 他們就知道什麼是ABC Book 那你講完一個故事 比如說你講完摩西的故事 那摩西 你在這個月裡面講都是在講摩西 所以摩西有很多很多的故事發生 完了以後就說我們要按照 然後我們要講 the life of Moses 活西的the life OK 那我們把它做成一個ABC Book OK A是什麼 你可以想一個字 是relate to Moses 對 他就在making connection B 有沒有哪個字 B可以relate to Moses OK C 然後他就可以 甚至他就寫一個字 或寫一個sentence OK 那就是making connection OK 把你所交的來resway一下 然後做成一本小書 你不用很複雜的書 你甚至就給他一本journal 他就在上面畫A 然後就畫一個圖 比較小的孩子就畫個圖 大的孩子可以寫一個sentence start with A 或者是寫一個phrase start with A 那就變成一個ABC Book 所以他們的那一本ABC Book 就是life about Moses 所以你就要講得很清楚 你在那個center裡面 他們去的時候 然後他要做ABC Book 應該是要怎麼樣做ABC Book 那這就是guided practice 因為你就是在model model就是說你先示範給他們看 像word search也不用示範 word search他們知道 我就是去找一次 如果你那個activity 比如說你這個b group 是在做word search 他們知道怎麼做word search 除非是一個小孩子 剛剛從台灣來 那你就講什麼是word search 可是這個是集中的activity 等一下我要給你看的 還有呢 就是當我們在教兒童主義學 我們上次也提到 我們知不知 我知道有在座 有很多上次都有來我的成語 就是我們做老師自己 我們做gallery walk ok 就是有不同的center 然後我們的ID就是人流去把它擺在那個gallery walk裡面 ok 那其中有一個就是application 我不知道你們記不記得 就是說你如果教完以後 你要讓小孩子去apply 他們所學的到底是什麼東西 ok 因為聖經裡面有很多的故事 可能連我們大人要apply都不太容易 對不對 像我最近就在 我孫子他就講到那個template ok 他就講得很辛苦 我想那個老師 我忘記他跟我講老師是誰 他就教他這個老師講 他十個plate他都可以講出來 ok 那我就問他 我說那你想有沒有哪個plate 我們今天就是可以do some application ok 那他就講到那個就是那個 偶生的孩子被殺死 這樣子 他就說 oh yeah we don't want this to happen we want to obey God 對不對 他就跟我講 他說 because I'm the firstborn ok oh ok 他有make this connection 表示他的老師教得很成功 因為他知道他自己是firstborn ok 那如果這個plate發生 他第一個就會死掉 對不對 所以他就說 you have to obey God 他就跟我講的好老王 都不 obey God 所以那個就第一個兒子就會死掉 他就是第一個兒子 所以我就覺得老師他教得很成功 因為他這樣子一個七歲的小孩 他回去可以apply ok 這個就是application 所以你design the activity 要有那個application 還有independent practice 這個就是說你design the center 假設你 因為你的heater-light center 是hem 你在做heavy-lift 你的heater-light center 你要教出來 在你的heater-light center 你有孩子 沒有信主的 你可能要用weater-less book 我們講過weater-less book 對不對 用weater-less book 傳福音給這個沒有聽過福音的小孩子 所以你的那個part是很重的 所以你design的另外一個center 那個你design的那個center 比較是independent 他們可以做 他們可以做 你可以做 假設 假設你design的一個東西 他們每次做abc做得很少 那麼呢 你把它放在那個center 你再教bible truth to someone who doesn't know Christ 對 沒有聽過福音的 他們那小孩子都知道怎麼做 那你就不用還要跑過去管理那樣的工作 那另外那一組比如說五六年級的小孩 你在叫他們 他們已經聽過the live most of so many times 他們已經在design一個bible games 你叫他design一個bible games 他們在design 對不對 他們都知道怎樣弄 對不對 他可以用monopoly的方法 他可以用不同的方法 來design一個board game 或是matching game 所以他們就很足利 你就不用去很擔心 你就只要focus on你這個group ok 然後等到那一組 比較independent group來到你這裡的時候 對不對 你的這一組就是可能對於神 還不是很了解的小孩子 他們沒有人能到另外一個人 那這一組比較就是比較 我可以這麼說就是說 比較high level of proficiency about bible 這些小孩對於聖經的了解 以及比較深入的小孩來到你的時候 你問的問題就跟你問第一組的小孩子 不一樣 因為你會比較深入的問他們一些問題 ok 甚至可以他問你問題 或是你問他們的問題 這個就是你就注意到 這個就是在high level ok 還有甚至有一些小孩子 他雖然來教了很多年 可是他可能有一個bouac 你不知道就是說他有 他們有時候進步很快 欸突然到了一個地步 我自己也猜過青少年 也猜過很多年 怎麼搞他們就一直長一直長 ok 突然到了一個地方就 一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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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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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 some way ok 那你們就要放要why 為什麼他到那裡 他就不再繼續生長 ok 像有一次我有 我可以把這個例子講給你聽 就是我帶著這個international student 喔他非常非常愛主 這個小孩子很愛主 那有一天我就看到他就 stop stop growing ok 那我就問他 後來才發覺他就是因為 同性戀的這個議題 他跳不過去 因為他說他有一個最好的朋友 後來選擇做男生 可是他說他是我最好的朋友 他也很nice 你懂這個意思 所以because他的best friend 選擇那個lifestyle 他雖然他也受洗了我們這個 可是就是因為這個朋友 他卻可以受到style 如果我沒有問他的話 我大概不能夠去發現為什麼 是這樣子 後來我解釋給他聽 不是我們今天如果排斥同性 我們愛他們 ok we hate singers but we love singers 我把這個觀念一直跟他講 ok 然後他懂了以後 我就發現 他就開始 又沒有一般回到 回到這個團體 這個也就是你 independent practice 這個老師就要很小心 或者那個小孩子 就不知道怎麼樣 能夠去無力的去做那個activity 還有去apply the truth ok 尤其他們也會到我心上 那麼想 這個effective class 我以前講過 所以I'm going to stick organization 我們也講過 而且我覺得 我們教會的主日學老師 這方面都做得非常好 ok 還有organization 然後那些material 我們可以看到 從以前的校長這樣傳下來 我覺得我們教會 甚至算是有很多organization 都慢慢在地 establish 甚至我們也是有中文學校的 然後這個transition 我上次也講過 就是說你從一個activity 十五分鐘的activity 完了 你要transfer到 要輪臉 你說你說 綠組要換到紅組 紅組換到黃組 黃組 換到綠組 那個叫transition ok 有時候我跟你們講 會用一個那個instrument 好一個 一個會咚咚咚咚咚 然後他們就知道 一聽到 他就知道要輪臉 這樣子 ok 然後這個就是transition 然後不要浪費太多時間 在那個transition 如果你花了十分鐘 在transition 你就沒有很多時間 來做你的activity 你的project accountability 就是學生 對於自己的behavior 要responsible ok 然後做老師 也要給他們feedback 如果你叫他做的是一個board game ok 五年級的學生 他們 他們在做一個board game 然後做完 ok 然後他們在玩給你看 如果已經完了 最後 最後在收拾的那五分鐘十分鐘 你已經在檢視每一個 每一組的成果 ok 你要給他們一些feedback ok 然後看看他們怎麼玩那個board game ok 然後跟他們講 所以那學生覺得很有成就感 ok 給他們一些feedback 或是他在寫journal 如果他 如果他在寫journal ok 然後他journal寫完 然後給你看 你也給一些feedback ok 哇 I like the story you wrote about ok 這樣子 很開心 然後最後就是說 我們中國人很喜歡強調那個成果 ok 可是我想你們都是在 很多人都是來美國讀書 美國的教育比較強調process 還有現在美國強調比較是common core common core就是說它有一個standard ok 可是standard的話就是說standard很重要 可是你能夠到達那個standard 那個process更重要 比如說你知道2加2是4 對什麼是process 我們中國人就說4一定要講44 4一定要對 4當然44如果你寫3是不對 ok 可是他們要你強調就是 你是不是有1級2加2等於4的意思 到底是什麼 ok 所以包括聖經的道理也是 我或許我可以跟你講很多的fact ok 耶穌的12個門徒是誰 可是我如果不知道這個每一個門徒 他的生命是怎麼樣的 那你就不能夠够垮 對不對 所以這個你那個你要強調整個學習的過程 不要只是看到那個成果 ok 然後完了如果就講說最後可能有10分鐘的reflection 今天你有兩組然後他們都坐下來 兩組的人就分享他們所學到的activity 好然後欸我到底學到什麼東西 ok哪一個activity我很喜歡為什麼 ok 那這個是一個所以 ok現在我要比較強調前面那些 因為我希望你們回去再把他讀一下 因為那個只是logistics logistics怎麼樣做 包括哪些內容你需要注意的 當你在design activity的時候 可是我今天有一個就是說 有一個example 然後完了待會我也想想幫你女生組 或許可以比上一個example 那我這個是就是等於assume 就是說老師已經很capable 他自己要lead一個group 老師自己也帶領了一組 ok 那你帶領的這組呢 你可以帶的那一組是說 比如說是green group 假設你是帶綠組 那你這綠組很可能有三個小孩 可是這第一個綠組來你的 我是suggest 就是說最好是就是說對於bible還沒有那麼熟 因為如果你establish那些 比較對聖經比較熟的小孩 做independent activity 你會比較smooth 來 因為你如果教一個完全對聖經不懂 你要教他五年級的孩子 你算一個world game 他可能就坐在旁邊 他不知道什麼比賽 因為他根本都不知道模型是誰 所以假設你把他帶到你的螢幕 然後你在講bible story的時候 你一定要比較有趣一點 好那我知道有時候是 的確是不容易 我們上次也講到很多的object lesson 對不對 比如說講到I講到home 用很多的object lesson 來講你的故事會比較延續 尤其對那些完全沒有聽過耶穌的小孩 那我也注意到有時候 好是不是我看過有一兩個是白人的小孩 還有就是indian 印度小孩 有時候印度小孩可能完全沒有聽過